众所周知,颜值继承是门玄学,有些明星其貌不扬,生出来的子女却楚楚动人。 而有些明星夫妻明明是强强联合,结果子女却完美避开了各种优点,找得一言难尽。 这里是虾谭与子将,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娱乐圈里的新二代颜值吧! 蒋晴晴是内娱有名的古典美女,年轻时颜值堪称异绝。 1992年17岁的蒋晴晴凭借《媚态观音》入圈,剧中的她满身灵气,清纯的古装扮相让人惊艳不已。 之后蒋晴晴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,但二时又被杨洁导演挑中,主演了西施。 两年后,琼瑶到内地拍严情剧,第一眼就相中了蒋晴晴,琼瑶还亲自给她起了一个艺名——水灵。 而蒋晴晴也确实担得起这个名字,她长着一张鹅大脸,柳叶湾眉樱桃口,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一样。 这样的容貌不正是琼瑶小说中的女主角吗? 2006年,蒋晴晴在拍摄《桥下大院》时认识了陈建斌,在陈建斌的不懈追求下,两人走到了一起。 婚后,蒋晴晴生下了儿子小老虎,小老虎年幼时曾跟随父母一起出现在媒体面前,当时的她长得盼乎乎,看起来非常可爱。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,小老虎的容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 去年,蒋晴晴带着14岁的儿子小老虎出镜,结果让人大失所望。 照片中的小老虎就像她的名字一样,长得虎头虎脑,身材高大,可颜值实在是逊色不少。 有黑的皮肤,单眼皮的眼睛,还有塌鼻梁和蒜头鼻子,再加上厚厚的嘴唇,完全没有遗传到父母的优点。 既没有蒋晴晴的灵动,也没有陈建斌年轻时的硬朗,反而有点像发福之后的陈建斌。 事后不少网友们吐槽,浪费了蒋晴晴这么好的基因。 不过,现在小老虎才15岁,正处于发育转型期,说不定成年后会研制逆袭呢? 对于不少80,90后的观众而言,张婷都在他们的童年时光里占据着一席之地。 张婷年轻时参演过《绝色双胶》和《穿越时空的爱恋》等经典剧。 那时候的她精灵古怪,一颦一笑都灵气逼人。 大大的眼睛,深深的酒窝,可谓是不少人的童年女神。 张婷的老公林瑞阳,年轻时曾是琼瑶剧的御用男主角。 台湾第一小生,出演过《一连幽梦》等大剧。 她身高1米86,面容清秀,气质儒雅,和巅峰时期的肖强站在一起都毫不逊色。 按理说,这样俊男美女的组合后代应该不会差吧? 且不说强强联合,但是遗传其中一人都已经足够。 可没想到,女儿林嘉玲一点也不给面子,愣是一个优点也没遗传,留下的都是缺点。 她皮肤有黑,鼻子塌陷,眼睛不大,还有点爆牙。 这些五官组合在一起实在看不出半点父母的影子。 因为相貌反差太大,林嘉玲还多次丑上热搜。 甚至有网友调侃,是不是当初冒错了? 可能是群潮太多,林嘉玲后来也坦然了,她表示,不要再说我丑了,我又不靠脸吃饭。 要论起港圈的经典美女,林清霞绝对名列前茅。 刚出道时,林清霞清纯可人,可言可甜,皮肤嫩得吹痰可破。 人到中年之后,她褪去了年轻时的稚气,浑身散发着优雅之性美。 总之一个字,绝。 虽然林清霞在事业上无往不利,但感情上却颇多挫折。 林清霞前半生吃恋情汉,可惜始终爱而不得。 40岁那年,林清霞终于心灰意冷,转头嫁给了附上行李员。 婚后,林清霞生了两个女儿,结果这两个女儿全部继承了行李员的基因。 皮肤微黑,牙龈外露,真是完美规避了林清霞所有的优点。 2000年,黄毅在《上厕花轿嫁队郎》中饰演了善良耿直的李玉湖,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 当时的黄毅年仅23岁,正处于颜值的巅峰期。 她五官精致,灵动可爱,一双大眼睛看起来非常吸引人。 不可否认,黄毅是天生的美人。 只不过,这样一位美人找老公的眼光却不太行, 她的第二任丈夫黄毅清长得实在是一言难尽。 这种一言难尽也顺势影响到了两人的女儿。 黄毅的女儿名叫黄千玲,出生于2013年。 小时候,她就因为长得不像黄毅那般漂亮,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。 从那时的照片中可以看出,黄千玲的长相确实跟黄毅相差甚远。 单眼皮,她鼻梁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黄千玲好像也并没有女大十八变, 反而跟黄毅清越来越像了。 如果要问内宇时不时就要刷存在感的新二代是谁的话, 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到黄多多。 相较于其他新二代总是靠爹妈的头衔出击来说, 黄多多显然已经摆脱了黄磊女儿的标签, 成功变成靠自己就能随时上热搜的黑红体质的准小话了。 发个红唇自拍,换个新造型,染发,演话剧, 成名手工活等等,都能让她一次又一次地成为舆论中心, 抛开黄多多的日常。 先单说说她的颜值, 其实小时候的黄多多就是个美人胚子, 大眼睛,双眼皮,高鼻梁, 完美继承了妈妈孙丽的优点。 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, 她的五官也逐渐展开了, 比起小时候的可爱更多了一份精致感。 而且黄多多可不单纯是个花瓶, 健身,设计,走秀等等, 一点也不含糊。 随着陈飞宇和张静怡主演的新剧《点燃我,温暖你》开播, 相信不少网友都发现了, 最近的热搜榜已经被陈飞宇霸占了。 不光是热搜榜, 点开电视剧的弹幕, 到处都是对陈飞宇的夸赞。 有网友评论到, 陈飞宇真的是完美继承的妈妈陈红的美貌。 还有网友评论到, 陈飞宇也太会长了吧, 全挑的陈凯歌的优点长。 其实早些年的时候, 黄磊就曾经夸赞过陈飞宇说, 你比你爸爸好看。 但是谁能想到, 就这被人人夸的颜值, 当年竟然还被陈红吐槽过呢。 究其原因还得从陈飞宇小时候说起。 陈飞宇小时候很胖, 体重一度高达218斤。 俗话说一白遮白丑, 一胖毁所有。 赞帅的颜值也难以抵挡肥胖攻击。 不过如今的陈飞宇也算是用实力证明了那句话, 胖子都是前力骨。 再来说说董玄的女儿和潘月明的儿子。 董玄的女儿真的是绝美, 小小年纪就有股冷冷的气质。 有种无辜小白花的感觉, 不仅漂亮, 而且有种楚楚可怜的动人感。 真的是我见游脸。 从董玄和女儿的合照中可以看出, 董玄的女儿完美遗传到了夫妻两人的颜值。 五官圆润可爱, 眉眼一看就很灵动, 简直就像是森林里的小精灵。 潘月明跟董杰的儿子鼎鼎的颜值, 也称得上一个爵子。 虽然潘月明和董杰的婚姻有点难堪, 但是却留下了一个高颜值的儿子鼎鼎。 鼎鼎像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少年, 五官优越, 清秀俊朗, 既有潘月明身上的文艺气质, 也有董杰身上的温婉柔和。 这样的乖萌少年, 不少网友都行动了。 陈坤儿子的身世一直是娱乐圈的一大未解之谜, 可无论外界怎么猜测, 陈坤就是不说。 近日陈坤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两张儿子的照片, 从图片中可以看到19岁的陈尊又剪了新的发型, 整个人十分阳光硬朗。 陈尊又小的时候有些其貌不扬, 比起陈坤更是差得很远。 有很多吃瓜群众甚至因为父子俩的长相差距太大, 纷纷猜测这个孩子并非陈坤亲生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 陈尊又的五官长开了些, 虽然比小时候好看了不少, 但是与自己的父亲陈坤站在一起, 颜值依然不是一个级别的。 要知道陈坤年轻的时候, 可是风于万千少女的忧郁男神, 他那双独有的桃花眼总是寒情默默, 让人沉迷。 而陈尊又并没有遗传到父亲的大眼睛, 给颜值打了很大的折扣。 再加上陈坤平日里非常注重保养, 对自己的脸煞费苦心, 所以即使父子俩差了几十岁, 站在一起时看起来人像是兄弟一样。 七位的女儿Lucky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吧, 前几年的时候李承炫曾带着Lucky 参加了某档真人秀节目, 节目中Lucky人小鬼大能说会道, 长相更是和妈妈如同复制粘贴一样。 连李承炫自己都说, 像是养了一个七位的缩小板。 如今Lucky已经长大了, 跟小时候相比, 她的五官没有太大变化, 基本是等比例长大。 竖着长辫子的她, 气质也不似从前那般活泼, 倒是出落得更加端庄了。 如此看来, 这些新二代的长相也是参差不齐。 其实颜值只是外在, 即使长相一般, 新二代们也不用发愁, 不管是好好读书还是进军娱乐圈, 他们都是进可攻, 退可守。 虾米家们, 你们对娱乐圈哪些新二代的颜值印象最深刻呢?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, 关注点赞我,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, 我们下期再见吧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